烏克蘭戰況告捷 網路流傳一段俄羅斯彈藥庫 在塔夫里亞被炸毀的一片 火光陸續篡出 四處農業密布 遍地火焰燃燒 烏軍聲稱摧毀68個俄軍裝備 還有三座彈藥軍備倉庫 粗估直接損失整整五個連的軍備 俄軍戰況失利 普丁似乎很不開心 普丁12號跟國防部長邵英谷 一起視察軍醫院 慰勞傷兵 兩人一前一後進入醫院 普丁握完手後走回中間 這時邵一谷想靠近普丁跟他說話 但普丁快速瞥他一眼 就立刻轉頭背對他 還抿嘴假裝拉了一下西裝 看起來十分不滿 邵一谷沒能攻克烏軍 氣在心底 影片在網路瘋傳 有烏克蘭的政治人物笑說 邵一谷馬上要回家吃自己 雖然俄軍表現並不如普丁期待 但攻擊仍持續進行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老家 克利福洛就被俄軍給炸了 總共造成11人死亡 俄軍更在13號凌晨 發動大規模導彈襲擊 讓克里維里赫的住宅 直接被炸毀 至少3人死亡 25人受傷 美國傳出將援助烏克蘭 威力巨大能射穿裝甲的平油彈 俄羅斯也將在白俄羅斯 部署戰術核武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證實 一切都已準備就緒 將在7月7號到8號 被拖武器後的幾天之內 部署完成 俄武戰爭何時能停止 普丁明確表示 俄羅斯始終願意和談 但普丁也說 條件是西方國家停止軍援 烏克蘭 如果軍援仍持續 指戰之路恐怕遙遙無奇 記者綜合報導